肥皂的趋无原理 例题讲解一 如肤图简单表示一个肥皂分子的构造 请根据这个图来回答下列问题 首先第一小题 肥皂水溶液 它的酸碱性如何 不过这一题你可能没有办法从图形上面看得出来 我们只能说借由这样的肥皂分子来复习一下它的学名 叫做脂肪酸钠 那这个脂肪酸呢 其实是弱酸 一种有机酸的弱酸 而钠呢 这个地方可以是来自强碱的氢氧化钠 所以脂肪酸钠 它虽然是个盐类 但是它溶于水 应该是呈碱性的 好 让老师用这个实验的影片 因为测试之后呢 脂肪四子会由红色变成蓝色 所以可以显示呢 这个肥皂它应该是碱性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我们选C 第二小题 把肥皂水呢 加入树滴的沙拉油 均匀摇动之后啊 沙拉油是不是会浮出水面 好 让我们来看这个图 原本油跟水是分两层的 加了肥皂之后啊 它是混合均匀 也就是沙拉油不再浮出水面的这个情况 那是因为肥皂破坏了油水之间的界面 好 把那个油滴包住 带到水里面 所以才产生了整只四管都出现了这个混浊的现象 第三题 那这个在溶解的过程当中 油污应该是附在肥皂分子的哪一边呢 肥皂分子呢 它一共有氢油端和氢水端这两个地方 所以油污呢 是靠近碳氢端的氢油端 也就是碳氢这一端呢 是吸附油污 然后再由氢水端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酸根形成的离子状态 带入水中 因此答案呢 应该选的是左端 也就是图形上的氢油端 再来呢 我们看到第四小题 装水和沙拉油的四管当中 加入少许肥皂 摇动之后啊 整只四管中的液体变混浊 油水之间的界线不见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刚刚老师有说过 你还记得吗 那是因为啊 这个肥皂分子把水滴包住 还是把油滴包住呢 应该是肥皂分子呢 将细小的油滴包住 并且散布在水中 所以这些答案 我们应该选的是A 肥皂分子把细小的油滴包住 然后呢 散布到水里面 形成了均匀混合的现象 再来第五小题 海水中含有许多的金属离子 譬如像钠离子 鎂离子等等 当船员在海上 想要用海水来清洗器具 或者是洗澡 使用哪一种清洁剂 是没有办法达发挥它的功效的 这个地方呢 钠离子还好 可是当我们看到了鎂离子 这个鎂离子呢 有可能会跟这个脂肪酸根 这个地方带负垫的部分结合 形成了脂肪酸鎂 可是脂肪酸鎂就不是那么容易溶在水中 而形成了沉淀物 因此 如果你在含有鎂离子啦 钙离子这些 有可能跟脂肪酸根形成化合物 沉淀的话 就会失去去污的作用 所以这一题呢 你可能不太适合用香皂 但是洗发精沐浴乳跟洗碗精 它则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洗发精沐浴乳和洗碗精是石化工业之间合成的 一个也是油水之间的界面活性剂 它就跟香皂的制造方法不一样 所以它的结构也是不同的 所以你用洗发精沐浴乳和洗碗精 还是可以在硬水中达到去污的效果 但是肥皂可是不行的 就像这样的一样 感谢观看